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习近平请拉夫罗夫转答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真是同普京总统的相互信任和友谊 当前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并超越了双边范畴 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对世界和平与稳定 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双方要把高度政治互信 转化为更广泛的务实合作成果 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 不断加大相互政治支持 加快战略性大项目合作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表示 我欢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 期待着同他就有两国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并共同努力推动亚信峰会取得成功 在当前形势下 这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 双方要充分准备 突出更多合作亮点 拉夫罗夫向习近平转达了普京总统的良好祝愿 拉夫罗夫表示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具有举足轻重的全球影响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沟通协调合作 普京总统期待着即将访华 并出席亚信峰会 俄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使访问取得成功 并推动亚信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为俄中关系注入新活力 拉夫罗夫还通报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立场和主张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